櫃台前大排长龙工作人员的手忙得没停过 因为美国民众风乐透 人人都想抢当投奖得主 美国百万大乐透已经三个月没人中奖 奖金累积到美金9.7亿 折合台币大约300多亿 是美国乐透史上的第二高 因此全民动起来 人人都觉得自己就是那一位幸运儿 除了美国公民 合法居留在当地的外国人也可以下注 只是如果中奖扣除的联邦税高达30% 比一般公民高出6% 谁能成为超级幸运儿 台湾时间20号就会揭晓 另外泰国有位幸运妈妈 因为女儿随手抓了两张彩券 紧紧不放 妈妈只好无奈买下其中一张 结果这张彩券居然中了头奖 奖金高达600万泰铢 大概是608万台币 妈妈只说女儿真的是她的财神爷 这也谈如宜 最后报道